Hello 大家好 我是来自澳大利亚的一望 今天呢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澳洲的物价到底有多便宜啊 我之前说过了 我们的这里的单子各种的费用很高 但是呢 这里的基本的生活用品还是很低的 这个呢 就是我们24小时开门的一个大卖场叫Kmart 一般呢 我们就是刚从国外来到的人呢 第一时间都会到这里来买东西 这里边拥有所有我们需要的所有东西 衣服啦 背啦 餐具呀 所有东西 今天这个影片呢 主要是我给你看一下这里的物价是多少啊 大家看 仔细看一下 那一块钱 OK 我想这个一块钱在中国或者在哪个国家可能都买不到任何什么东西吧 但在这里是可以买到的 虽然它这个汇率在这里 但是按照这里的收入和人均的收入生活水平 这里的物价其实算是很便宜的 两块看到了吗 然后呢 这里所有的东西包括电器呀 背呀 你看到吧 就是我记得我那时候刚移民的时候 和我一起来的小伙伴们几乎是连背呀枕头一起背来的啊 其实来到这儿之后才发现这些东西其实真的是不贵 没有必要去就是从中国背过来 我妈那时候更夸张啊 就是连什么内衣内裤都从那边寄过来的 但是其实这边真的是不贵的 当然在这边呢 贵有贵花 便宜有便宜花 我在这里给大家看的是 就说你在这里最便宜的你可以买到很多很多东西 当然如果你对生活有要求 想买质量好的 你想多贵也有 名牌呀 几千块钱 几百块钱也是有的 但是基本的生活呢 看这些全部都是一块钱的 看到了吗 一块钱 非常非常的便宜 这个大卖场呢 就是里边什么都有 可能有点晕吧 我就是 我是想迫不及再给大家都看 都照一下这些价钱 所以呢 我就是挺快的这样转着圈转 转圈圈的逛 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 了解一下这边的物价是多少 然后呢 在那标题上大家看到了啊 一双拖鞋才一块五 超便宜的 这个面包机才十六块钱 然后这边对于吃的方面也很便宜 各种各样的水果呀 肉类呀 就是如果你找到那种market的话呢 就是那种拆市场的话呢 也是超级便宜的 这里就是什么都有 应有尽有 K码啊 如果有新移民的话呢 你们可以记住这个地方 在澳洲的朋友就不用说了 大家都知道K码这个地方 然后里边的东西也是蛮漂亮的 质量也还可以 然后呢 就是便宜 一句话就是便宜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 我还记得呢 很多朋友就是在移民之前呢 都会在中国买很多很多 比较质量好啊 比较有牌子的衣服 都觉得啊出国了 要穿的好一点啊 但是呢 其实出来之后 有很多人到了这边 需要找工作 可能很多工作 都是从底层开始做的 甚至我就看到很多人 穿着Nike啊 鳄鱼牌啊 然后在洗碗啊 做厨房啊什么的 所以呢 如果你真心想要 再带些衣服来的话呢 最好是不要带太好的衣服 因为在这边呢 就是大家穿都很普通 如果你穿的很特别 很美的话呢 可能太格色 就是也没有这个必要啊 除非你是留 就是你带一两套 参加什么特别的节目啊 特别的会 就是聚会还可以 就不要带太多 普通衣服就好 因为大家你看到了 在视频里边 大家都是T恤 短裤 就是很平常 很随意的 如果你买太好的衣服 它在这儿反而 无用武之地啊 哪这里是背啊 枕头啊 就是也是超便宜的 看 这边是枕头 10块钱 14块钱 什么样都有 它质量蛮蛮不错的 不差的 15的 20的 7块的 都有 还有5块的 其实就是 就是你 这个钱看你怎么花了 你要上那种 很好很好的地方呢 就是几十块钱 80几块钱 一个枕头的也有 但是在澳洲 总的来说 我觉得在澳洲就是 你100块钱以上 就已经买相当质量 相当好的了 这里呢 看这是 就是书本啊 本资啊 就是那个 文具之类的东西 都是2块3块的 很便宜的 但是你别小看了 这种大卖场 你在里边逛着逛着 1块2块的堆起来 一车也的 也是能买很多的 因为它东西便宜嘛 你看都是1块2块的 这种大卖场 在这边呢 就是说 在这里边当然 都样式什么 都是很普通的 最基本的 如果想要好看的 质量好的 然后欧美风格的 名牌的也有 像我之前有排过 Chaston那种大卖场啊 超级名牌的 然后一件衣服啊 上签的啊 也是有的 所以在澳洲呢 就是说 各有各的花法 你穷有穷花 富有富花 但是为什么 我之前说过 这是穷人天堂呢 就是说 你穿什么样 别人是没有意义的 就是你想穿 有时候打折 你看到这 打折的时候 会有半价打折 就是这边 就是你穿什么 人家不会刻意去看你啊 说你啊 而且就是要看 就算是比方说 你层次很合 层次很高的人 就是比方说 有这种机会碰面呢 他们可能像西人啊 他们可能像西人啊 分分钟 他们也是穿着 K码的衣服 就是普通的拖鞋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这里的风气 就是这样的 就是很大家很随意 很舒服就好 然后比较讲究一点的呢 就会比较买 比较Polo啊 什么的 但是这边Polo呢 就是也是会 有大减价的时候 就是平时那种名牌 比较稍微有点名气的牌子 也会有大减价的时候 也会很便宜 你看这个才四块钱 六块钱 这种衣服就说 你根本就不用带 在这边随手买一个 样式也不差 就这么一穿 上班或者是说 平时在家里边 就是或者做粗工都可以穿 平时也 我他们拿来当睡衣都可以 真的是超便宜的 你看这里的衣服 都不差的 其实袜子两块 都这些东西 全部都不就是 质量不是很差的 都是穿着是没有问题 而且现在 因为现在东西 都翻新的很快嘛 那这拖鞋 就是我的那个 我之前第一个招牌 那写着一块五的拖鞋 像有的人 人家就很随意 无所谓的人 就是一块五 买着拖鞋穿了 是吧 一块五的拖鞋穿了 我人家就在这拖鞋穿了 一块五的拖鞋穿了 就是一块鞋穿了 这是一个拖鞋穿了 这么多的拖鞋穿了 我本来就这拖鞋穿了 这些就是平时日用的 这些化妆品啊 保养品啊 这些都是三块钱 全部都三块钱 这个全部下面全部一块五 看到吗 这些就是 它全部都可以用的 这本来都是一块 超便宜的 什么面膜啊 这个面膜什么的 全部都是 他们通过检验的 不是说都是有 都是没问题的 只不是没有品牌而已 就像是小牌子而已 或者他们K马自己 创造的牌子而已 这里边所有需要的东西都有 应有尽有 想要什么都有 就是一块三块 两块四块这样的 有时候看 这也是蛮过瘾的 买回来玩玩也好 但是对于现在的我呢 极简极简 克制当中啊 克制当中 我以前呢 就是刚开始那时候 刚开始工作 做一点点 挣一点点钱的时候 就整天在K马里边逛游 你知道吗 每次来的话 至少都买一百多块钱 你想一百块钱 我能买多少东西呢 就是天天大包小包往家拿 我以前和我婆婆住在一起的时候呢 我就住在这个K马旁边 然后经常过来逛街 就是觉得 哎呀这个也有用 那个也有用 拼命的买 我那时候不就说吗 从我开始挣钱开始 就没停过购买 那时候就是没钱的时候 就买便宜的了 有钱了就买贵的了 反正就是一直买一直买 你看看 多少的诱惑呀 这么多的东西 什么都想试试 什么都想看看 那全两块钱 全部都两块钱 然后这边给大家看一下 这边澳洲的那个美宝莲 美宝莲也是不贵的 你看 12 15 20 也是超便宜的 但是这边的美宝莲呢 它分等级的 像K马呢 就是比较 生产商就比较低一点 他们用的材料 可能就不是特别好 然后呢 大的商场的用的 可能就会好一点这样的 美宝莲在这边属于 不算是很高档次的化妆品了已经 这这边是牛仔裤 女装衣服 这个裙子15块钱 女装衣服就没有男装那么便宜 男装还有几块钱呢 女装可能 我就没看到有几块钱了 我再找 这边这个8块 看到了吗 正前方5块 5块钱 正前方6块钱 都是比较简单的那种的 就是衣服 全部都没问题 都是可以穿的 然后也是各种各样都有 像我一个 像我楼下女孩在这里 买了一条裙子 蛮好看的 很好看的 才十几块钱这样的 对 然后穿上去就是那个布料还挺凉爽 这才十块钱 都是没有问题的 十块钱 你看都是 基本款 都是没问题的 那就是另外一边了 现在已经开始到了圣诞节了 开始准买圣诞节的东西了 这边是小孩子的衣服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小孩子衣服也超便宜的 所以说我说在澳洲养孩子 怎么会养不起 你看这是装饰品 三块钱 这边的东西真的超便宜的 你知道吗 就是除非你真的要对孩子要求很高很高 比方买个婴儿车 要买很贵很贵的 要买上千块钱的 要和人家比 非要去要最好的 但是你看这边的小孩的衣服 又漂亮 也都是纯棉的 才五块钱 每一件都五块钱 所以在澳洲真的是 其实如果你要是省钱的养孩子 几乎可以不花什么钱的 然后你看这才都是七块钱 很漂亮的小衣服 男生女生都有 这是睡衣嘛 也不是游泳衣的 然后这是成套 一套一套的那种衣服 睡衣 一套下来也不久 才九块钱 看到了吗 然后这边六块 六块钱小裙 小衣服很漂亮啊 一点都不贵 正前方就是给男孩的 十块钱 六块钱 那边角落三块五 价钱降到了三块五 他因为他有时候到了季节 或者过了什么 他就会降价 降到很厉害 才三块 那边七块 然后左边是四块 那四块后面 还有个两块五的好像是 看到了吗 他降价降到两块五 然后七块 什么样的衣服都有 而且这边的就是玩具什么 也其实也很便宜的 我觉得澳洲吧 那前面那边写六块 澳洲吧 就是费用 就是单子啊 水电煤啊 什么政府 什么交这个那个的 然后车费啊 这些 这些单子我觉得很花钱 但是实际上呢 日用品呢 吃的还是很便宜的 真的是超便宜的 我觉得在 在中国已经买不到 一定不可能 就算你换成人民币 也买不到这个价钱了 现在这边 这边你看三块 前方三块 两块五 便宜吧 真的是很便宜 这边呢 就是玩具区了 很多很多的玩具 小孩子玩 这是小孩子的 那衣裤啊 袜子是不是 袜子对 三块 这边是各种各样的小玩具 五块钱 什么玩具都有 这里就是基本上 就是孩子天堂 父母的天堂 为什么 因为这玩具又便宜又好 那是书 都是两块呀 四块呀 各种各样的书啊 什么的 我一般就是 给孩子买 买玩具到这儿 来买就好了 然后便便宜的玩了 玩完了 用完了 可以再捐出去啊 什么的 或者是 就是给别的孩子 你看这全都是那种 桌子上玩的那种游戏 叫什么来着 就是 就是那种table game了 一盒一盒的 全部五块 十块 三又三块的 超便宜的 我那时候 有一段时间 我给我女儿买了好多 她就是 就是一家里人 一大帮 一大帮子人 坐在一起来玩 什么样都有 你看它什么 你看这是手工的 全部是手工用的东西 各种 这是橡皮泥 很多 就是应有尽有的 都不贵 感觉都是 这么大盒 才19块钱 小孩子玩具 也是很便宜的 特别是快到 圣诞节了 现在这时候 正是大卖场 好生意的时候 你看各式各样 多漂亮 质量一点都不差 质量 就是很颜色 什么的 质量都是很好的 很漂亮的 你看这种 小女孩 最喜欢玩的东西 20 这么一大桶 你怎么这么多多的 我认为哪里呢 我认为哪里呢 这是一大桶 我认为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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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是买自行车 小孩用的自行车 然后这边就是吸人 出去野营的东西 他们特别喜欢去野营 钓鱼 野外生活 所以他们这东西蛮多的 他们很注重这东西 蛮多的 什么睡袋 这个是钓鱼的鱼饵 你看也不会两块五块 好一点 九块几个 还有五块钱 也是很便宜的 你看就是不花钱的娱乐 也是有的是的 他们经常喜欢去野营 就不怎么花钱 就全家人带着这个睡袋 带着鱼钩 带着什么 上野外森林里边 去住他一两天 就这种免费娱乐 他们也是津津乐道 玩的也很开心 就好像我们 就非要找那种 很要花钱的 真的是 干花钱干受罪 你看还有这个球拍 才八块钱 网球拍八块钱 我记得说我妈从中国带来 就是帮我寄过来 好多那种羽毛球拍 哎在这边卖很贵的 当然专业的很贵了 其实要到这种大卖场 卖超便宜的 哪用的招 从中国寄过来 那油费的多少钱呢 我那时候 我妈寄了好多东西过来 我天我就觉得真是 这边多便宜啊 所以我在这个视频跟大家说 如果你要移民澳洲 什么也不用买 什么也不用带 你就把人带过来就行了 然后一下飞机 就去大卖场 这个大卖场 24小时开 24小时开门 你进去之后 什么背啊 枕头啊 褥子啊 什么过碗瓢盆 乱七八糟 一车 拉回家 搞定 就是说 什么都不用带过来 这边什么都有 哎 这个呢 这个就是我的那个健身教练 苏生教练 介绍给我的 他说这个就是 你有时候运动完了 在你的背后 就是滚一滚 会放松肌肉 特别舒服 但是这个太大路了 我不太会用 他不太会用 我还没买呢 我一直在看 他介绍我要买这个东西 他说对这个肌肉放松 非常非常好用 瑜伽电子 什么都有 你看到了吗 大卖场 什么都有啊 运动的 运动的东西 我女儿呢 今天过来在这本 印照片 然后呢 他在那印照片 然后呢 我就顺便过来拍 给大家拍一拍 这K码 其实我一直想 给大家拍一张 然后一直也没有机会 也没有足够的时间 你看这个是他们工作鞋 因为这边的蓝领 比较多嘛 做工的人很多 所以这种工作鞋 就比较popular 好的要100多 这个55块钱 其实也不差 就已经很不错了 像因为这种鞋 很容易 大家会很容易脏 很容易 就不是 就是做工嘛 很容易脏 很容易坏 所以也不一定要买 那种很贵的 这种55块钱 穿的也挺好的 就是而且头是硬硬的 那种的 很保护脚 就是皮鞋 这个应该不是真皮的 27块钱 应该不是真皮的 对面这是 文具 凳子 文具和凳子 就是桌子 书桌 好 才20几块钱 这是电脑桌 都很便宜的 也是25块钱 从K妈出来以后 什么都没有买 然后接下来 我们去给大家照一下 这是Bunnings Bunnings 是这边所有卖工具 盖房子 所有东西都在这里买 然后它旁边 这个是Office Work Office Work 就是所有的工具 办公室里面用的东西 都在这里面买 非常非常大 我本来今天想给大家 就是也照一照 这个这里边 但是我不知道 他们是不是快下班了 把灯都关掉了很多 所以就是几乎是很暗的 大家就凑合着看 就是给大家看一下 这边的就是应有尽有 所有就是笔 就是文具 办公室用的东西 全部都有 但是灯光很暗 因为它可能下班也不要 也不知道是省电的 把灯都关了一半了 所以不是很清楚 我大概给大家照一下 这里边的东西呢 就比较有价钱了 就是价钱 因为他们的质量蛮好的了 就价钱就高一点 不像K妈那么便宜了 但是这里就说 也是应有尽有 你所想要需要的文具 这里全部都有什么 画画用品啊 什么办公用品啊 全部都有的 我也是大概给大家照一下 都太暗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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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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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